老子说,一生二,二生三,三生万五,三衍生出万五,因此,有人将三看成最大的数字,一是发端,是生命开始的喜悦,真正又是新年开始,万五复苏,三是终结,是生命结束的悲伤,腊月是寒冬时节,万五沉睡,陷入无尽黑暗,由翼而来,由三而去,循环往复,生生不息,生命繁衍,就是这样。 俗语,腊月祭三,真正恩祭祀意思很简单,腊月有三件事不能做,真正恩有四件事不能做,结合老子说法,三意味就生命终结,新生命开始,年尾祭三,是希望来年能有盼头,此是新生命发端。 根本上来看十一,年头祭祀,是希望来年能顺顺利利,风调雨顺,五谷风登。 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,欢迎订阅九窝谈国学。 腊月祭三,腊月是一年中最后一个月,人们开始准备过年事宜,打扫庭院,购置年货,屠宰年珠,喜事接种制,就防患新颜,春节气息浓重。 不同地区对腊月祭会的三件事有不同,具体要结合当地说法,习俗有很大差异性。 一祭搬家,搬家意味着变动,在搬家过程中,不可避免有损耗,物品丢失不能避免,同时去到新家,要花长时间适应。 春节期间收拾不妥当,就很麻烦,会给生活带来问题。 二祭借钱 腊月是年终时节,正式梳理整年财务时候,年终借钱容易导致财务混乱。 过完春节,人们就会把借钱的失望干净,腊月三季赌博,春节回家往往都带着钱财,赌博是违反规定,且会影响夫妻情感。 真摘祭祭祀 真摘是一年的开始,是亲朋好友团聚的时刻,按照我国传统习俗来看,真摘期间要遵循规定,不然家里长辈会责备。 一祭不懂礼数 真摘期间会有亲朋好友来拜年,中国人讲礼数。 不懂礼数会受责备,礼数体现在问候长辈,酒桌礼上要按礼数做事。 二级礼发 这个讲究,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,有俗语是真摘不剃头,剃头死舅舅,其实来源于明清时候的剃头死舅这一说法,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,就成为了一项禁忌,人们一般都会选择在腊月的时候剃头礼发,这样就可以以一个全新的面貌迎接新的一年,然后一直到二月二龙抬头的时候再剃头。 真摘不理头说法自古就有,据说和古时留头不留发,留发不留头的规定有关。 三级扫地泼水 扫地泼水不是真摘又不能做,而是月初几天要忌讳,柴通财,扫地意味着赶财,水是财,泼水代表泼财。 四级夫妻争吵 真摘是家庭团圆的时刻,夫妻争吵会导致家庭不和谐,影响春节气氛,在外打工好不容易回家过年,看到家庭矛盾产生,对儿女过年来说有负面影响。 禁止口无遮拦,乱讲话。 有很多小孩子平时口无遮拦,喜欢乱讲话,有的时候还会说谢谢不太好的话来,但是呢,这些话在平时的时候说说倒是真的没什么,要是在过年的这些天里。 可一定不要说啊,对于老一辈的人来说,过年的这几天,对于新的一年来说是极其重要的,所以在这些日子里一定不能说一些丧气话,坏话,这会影响一年的运势的。 记得到垃圾,家里不留污秽。 这个讲究说的就是,在大年初一的时候要把家里的脏东西给扫出去,保持家中的清洁,但说到这个讲究来,其实在笔者的家乡里,我们这里的传统并不是这样的,我们这里讲究在大年初一这一天,不管家里再脏,也不能打扫,因为这意味着把家里的好运都给扫走了。 而这一年也不会有好的运气了,对于这个不同,笔者觉得我们国家果然是地大物博了,导致这不同的地方就有不同的讲究来。 守岁,不能流泪或生气,影响一年运势。 在大年三十这一晚上,我们除了看春节联欢晚会外,还习惯在这个晚上守岁,而这一天无疑是笔者一年之中可以找借口晚上熬夜的独苗苗,不关乎养生,实在是母亲大人太严格了。 而在这天晚上守岁的时候,也是有讲究的,不能生气,不能流泪,这对于新的一年的整体运势不好。 不太吉利,既扫地,既往外泼水。 一般在真摘初一的时候,是不能扫地的,农村里的人也很忌讳这一点的,因为这样就是把家里的财往外面倒,把财神送出去了,如果实在是要扫地了,那也得把垃圾留至家中,不能往屋外倾倒,要等到初三以后才能倒出去,大年初一, 初二不能洗衣服,民间传说大年初一,初二这两天是水神的生日,因此是不能洗衣服的,而且在大年初一的早上是不能往外面倒水的,特别是不能把水倒在门外,这意味着财气流走了。 因此,要用铜把所有的水都收起来,过了中午才能倒掉。 不能动针线。 真摘动了针线,挑了龙巾掌针眼,以前我们农村烧柴锅的时候,都是在腊月把柴火劈得满满的一灶火,整个真摘都不劈柴。 不能动尖锐的力气,不能动剪刀等凶器,大家都祈求平安如意,因此,不能动尖锐的力气,免得有血光之灾,不能动针线,初一动了针线,挑了龙巾掌针眼。 其实这许许多多的讲究,都是古时候流传下来的一些习俗的禁忌,算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。 是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和期盼,倒也不必太过于在意,但是家里长辈要求你这样做的时候,你也应该适当遵守。 屋里不同风,实里不同俗,各个地方的风俗不同,针毡和腊月的忌讳也不同,在小编的家乡,有大年初一吃年夜饭的剩饭的习俗,意思是,去年的东西吃不完, 今年还有剩余,还有就是年初一不吃稀,也就是不能吃稀饭,稀有稀少的意思,要是过年吃稀饭,意味着今后一年吃喝不足,不过这些讲究一般到初五,就可以不用在意了。 初五又叫破五,意思是,过年所有的禁忌在这一天都可以破除了,所以,我的家乡还讲究只有过了破五,才可以出远门的习俗。 过去这些地方农村,还有这样有趣的禁忌,如果家里到除夕时,还不清别人的债,或者一年来的运气不好,除夕夜家里的主人要洗澡,称之为洗债或洗霉运。 如果一年来,家里有外债收不回来,或者一年的时运好,除夕夜家里的主人就不要洗澡,担心把外债给洗掉,收不回来,或者担心把好运给洗掉。 而在大年初一,一般寄洗澡和洗衣服,民间认为大年初一沾了新年的采气和采气,如果洗澡和洗衣服的话,就会把采气和采气给洗掉。 诸如此类,腊月纪尾和珍珠油纪头的习俗还有很多,这里无法一一列举。 过年的民俗禁忌习俗,从现代人的思维角度来看,有一部分无疑带有迷信色彩,但是,我们又不能简单地将这些民俗归入封建迷信。 民间希望在过年时,听到一些吉祥话,做吉祥的事,本身就是想过一个愉快欢乐的年。 是一种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愿望,以求得心理上的安慰,也可以说,有了这些,才有了过年的年味。 如果有人过年时,说不吉祥的话,做令人不愉快的事,就会破坏过年欢乐的气氛,搅乱过年的好心情,当然不受人们待见。 我们对过年时的传统民俗,要一分为二,既不能全盘否定,也不能照单全收,要取其精华,取其糟粕。 苏语,腊月祭三,真摘一祭四只是前人生活经验的总结,不用太担心,现代社会中没必要太纠结,按照自己心意做事最重要,你们当地腊月和真摘有什么忌讳吗? 大家有什么看法,可以留在评论区,感谢大家的观看与支持,觉得内容还不错的朋友,可以点击订阅,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,我们下期见。 我们下期见。